今天的2.00说新闻时间 要带您探讨对抗新冠病毒的这场战役 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医疗量能 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上战场呢 尤其最近各国陆续传出社区感染 医院群聚感染的案件 因此在第一线我们的医院 目前状况如何一定得要完整的掌握 因此要先盘点一下病床了 马上来看看这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数据 就由截至4月3号为止 全国负押隔离病床一共是有970床 不过这970床注意到可不是全部随时随地都能够直接上战场 因为其中500多床已经在使用当中了 因此现在其实是只有417床是空床能够使用 而普通隔离病床是有958床 目前剩下548床 另外专责病房一共有1711床 空床数则是1177床 那一般人如果没有医疗背景的话 可能不大熟悉专责病房到底是什么意思 以下是卫福部的解释 专责病房应该是以一人一室收治为原则 并且固定照顾团队 也就是说照顾者不会换来换去的 希望能够降低感染的风险 那除了这些措施 如果疫情进一步的扩大的话 有二岁加应变的医院将会全面的清空 等于必要的时候其实会有超过两万床 是可以使用的 也不排除可能会启用军营 疫情蔓延担心医疗机构内的病人 大多属于低免疫力的疫感染族群 又可能与医疗人员有近距离接触 为了确保国内医疗院所对疫情的因应与整备 知会中心有六大应变措施 首先建构全国指定检验机构网络 北中南东加起来共有34家 每天最大检验量可以达到3800件 提升检验时效 针对高风险对象加强检验 规划轻症的社区裁检163家及52家重度收治医院 做好社区监测 另外也要扩大收治量能 并且盘点病床数 同期全国负压隔离病床还剩417床 普通隔离病床也还有一半以上 另外还有1100多床的专折病房 未来假如疫情更严峻 相关医院将止处不进全面清空 清空这个应变医院的这些病床的话 那还可以再增加3000床 发生的特别的情况 那启动均匀这也是必要的一个方式 不过目前我们是没有必要这样 另外呼吸器必要时 也将希望增加到2200台 也要扩大集中检疫场所量能 守住最前线 不让防疫失守 记者中文报道 感谢观看